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 普世大帝要向上主勇唱, 威严与尊荣做祂的前导, 祂的圣所充满威能和光耀。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严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徒,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经。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师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领你, 称圣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徒免失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徒免失罪者,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友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引导, 使我们能以言行配合你仁爱的计划, 并使我们常在你爱子的名下, 结出丰收的果实。 祂是天主和你继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约纳先知书, 上主的话, 再一次传给约纳说, 你起来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他们宣布我丰富你的事。 约纳便遵照上主的话, 起身往尼尼威去了。 尼尼威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 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走得完。 约纳开始进城, 走了一天的路程, 他就宣布说, 还有四十天, 尼尼威就要毁灭了。 尼尼威呢, 变心了天主, 立即宣布进食, 所有的人从大到小, 都生批苦衣, 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 看到他们离开了邪路, 就怜悯他们, 没有将自己宣布的灾祸 降到他们身上。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请指示我你的道路, 上主, 天指示我你的道路, 上主, 请指示我你的道路, 交给我你的图境, 求你教训我, 以真理指导我, 因为你是我的救主, 上主, 天指示我你的道路, 上主, 求你念及你的仁慈, 你一向就以慈悲为怀, 上主, 你慈爱宽厚, 请垂念我, 上主, 天指示我你的道路, 因为上主温良而公正, 指示最能阴走的道路, 引导清悲的人旅行正义, 教训圣养的人遵循谈吐, 上主, 天指示我你的道路, 公睹圣保怒中途, 自格宁多人前书, 弟兄们, 我给你们说, 时间是短促的, 从今以后, 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的一样, 哭泣的, 要像不哭泣的, 欢乐的, 要像不欢乐的, 自产的, 要像没有财产的一样,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世界, 正在逝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天主的国宁静了, 你们信出福音吧,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睹圣马尔姑福音, 祝愿欢乐归宁静, 若汉被监禁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勒亚, 宣讲天主的福音说, 时候到了,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回来信出福音吧。 有一天, 耶稣沿着加利勒亚海边行走, 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哥哥安德勒, 在海里沙瓦, 他们远身于夫,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随我吧, 我要是你们成为赢得人的于夫, 他们便立刻抛下渔网跟随了他, 耶稣又往前走得不远, 看见西满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旺, 正在船上整理渔网, 耶稣立即召唤了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满和雍公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予你。 各位教友, 今天是常年集第三主日, 教同方极格把本主日定为圣言主日, 也就是让我们充分地认识, 学习, 宣讲天主的圣言。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一般说天主的圣言, 就是指圣经上所记录下的天主的话语, 首先我们要知道天主的圣言, 第一是指天主圣子本身, 因为说若马途徒说, 在起初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这个圣言呢, 就是指天主的第二位圣子, 天主圣福口中的言语, 就是圣言, 圣言降生成人, 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第一层圣言的意思, 就是指耶稣基督, 他是天主的圣言。 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指, 我们有宗主们和他们的弟子所写成的圣经, 以及旧约中写成的圣经, 这也称为圣言。 所以教同就为圣言主人, 就是让我们要去宣扬天主的圣言, 去宣讲天主的圣言, 也同时也为天主的圣言做见证, 也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去传扬福音。 耶稣来的目的, 他本身自己就是天主圣言降生成人, 同时他又去宣讲天主的圣言。 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说, 我们要到别处去, 到邻近的村庄去吧, 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 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 耶稣的目的就是宣讲圣言。 那么保罗宗主也说, 如果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破了, 这个传福音就是传扬天主的圣言。 保罗宗主说的很严重, 说我不传呢, 并不是说我不传都没经本分, 我不传教会都没法发展, 我不传的话呢, 福音没有办法让别人认识, 而是保罗宗主说, 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大烂临头了, 所以我必须要传扬福音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领受了传扬天主圣言的使命。 传扬是天主的圣言, 传扬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使命和任务。 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们去, 到铺天下去, 传扬福音。 在旧业当中, 天主首先招许了亚伯郎说, 离开你的故乡, 你的家族和家族和富家, 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去, 为天主做见证, 让你成为一大民主。 那么天主招望了亚伯郎, 亚伯郎离开了他旧的环境, 离开了他熟识的乌尔城, 离开了他邪爱的父母, 离开了他的亲戚朋友, 他去, 到天主给他指定的地方去。 我们知道亚伯郎本身他的环境, 他本身老家是在伊拉克, 北部的乌尔城, 那里都是拜偶像的人, 天主舍堂离开那里, 离开拜偶像的地方。 所以啊, 这个传说说, 亚伯郎很聪明, 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做偶像的人。 这个时候啊, 亚伯郎看他父亲布泽家的时候, 啪啪啪的把那些偶像给砸了, 砸碎了。 他父亲回来说, 诶, 谁把这偶像给砸了, 谁把这个偶像给砸了, 他不成为偶像, 他不仅卖偶像的就说, 谁把这些偶像给砸了。 亚伯郎说, 哎呀, 这都是他们自己打架, 彼此打成残废了, 就这样子了。 实际亚伯郎是, 不想卖这些偶像, 他要敬畏唯一的真天主。 所以, 亚伯郎, 我们听说他的改名叫, 亚伯郎亥。 从前创世纪我们看到, 亚伯郎亥。 寒, 这个寒, 这个寒字的意思是, 称吉思寒, 寒, 这就是大地的意思。 天主说亚伯郎, 你以后改名, 叫做亚伯郎大地, 亚伯郎寒。 所以天主引领他, 离开他的地方, 然后让他去为天主做见证, 成为一大民族, 敬拜为一真主, 真神, 唯一的天主。 所以保罗东也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们有没有以福音为耻。 有的时候我们见了外的人, 我们不敢讲, 有的时候见了陌生人, 我们不敢化圣号, 我们在外边参加吃饭的时候, 我们也怕的人看出我们化圣号, 祈祷, 感觉到害羞, 所以我们不敢给圣言做见证。 那么保罗东说, 我绝不以福音为耻, 一位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 为是一切有信仰的人, 获得救恩,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一位福音启示了天主所, 使行了正义, 这正义源于信德, 又归于信德, 源于信德, 归于信德, 一头一尾都是信德,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一人因信德而生活。 所以保罗东主在迪摩德书上, 也告诉我们说, 我在天主和乃要审败上者四者的耶稣基督前, 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 勿要宣讲真道, 不论顺境逆境, 总要坚持, 而且以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去反驳, 去得斥, 去劝勉人。 所以保罗东主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去传福音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呀, 我们应该给他的什么成功啊, 而且是以恳求的口闻来, 殉道我们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和义务, 都有传言提出圣言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一个责任, 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不传福音就大难民主了, 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 这切出的圣言到底是什么, 保罗东主告诉我们说, 我当日包括说领受, 而又传给你们的, 其中首要的是, 基督找经上记载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就是我们的福音, 基督为我们死了, 被埋葬了, 且找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 这就是我们的圣言, 这就是我们的宣讲的中心, 这就是我们的福音,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也为我们埋葬了, 也为我们复活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去宣讲, 第一, 传扬福音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 命令是什么, 那军队上就后面手掌打了一根枪, 说冲啊, 倒就要冲, 这是命令, 你要不就, 传给毙了, 耶稣基督的命令是怎么样, 传扬福音, 你要传, 不传的话, 耶稣没有看他, 把你毙了, 但是的话, 你的灵魂, 你就有祸了, 报道说,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毕竟要去传扬福音, 他说, 你们去, 是一切, 去铺天下, 是向一切首当目宣传福音, 信而受死的, 必将得救, 不信的, 必被探紧, 耶稣基督的话很绝对,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 敌尔传福音是人类的需要, 我们在世界上现在接近70万人, 信仰耶稣基督的将起来就20万人, 所以我们有一大部分还没有认识福音, 甚至没有听到福音, 我们人类需要福音, 我们需要得到好消息,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耶稣为众人死了,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 不知道是谁救了我们, 那你不应该告诉世人谁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第三点传扬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那么黄罗励多都说, 我若传福音也没有什么国家要的, 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假使我自愿做这事也有报酬, 若不自愿, 可是责任已经委托给我了, 天都已经把责任给了你了, 好好的做也无劳不好的做, 你也没办法去推诿的, 第四点 耶稣基督是我们传扬福音的榜样 耶稣啊 他来给米克多姆讲新生 他给撒玛利亚妇人一道水喝 他去杂凯家 他给露道说 现在你就跟我一同在乐园里 他的无时无刻都在传扬福音 他的各个环节当中都去传扬福音 有些人说 传扬福音是教宗普教神父们的事情 我们又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 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呢 开发你的钱 据研究说爱因斯坦这么伟大人 他的大脑还没用到1.5%之间 我们的大脑才利用了百分之零点几 你有很多的钱力去传扬福音的 所以我们要开发我们的钱力 去传扬福音 做福音的工作 所以教宗定位圣言主人 就是让我们基督徒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要活出天主圣言的样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宣讲天主圣言 用我们这种的生命去为圣言做见证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为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的人类 也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真马里亚取得肉须 而成为人 他在方确比那多子证时 为我们卑定在十字架上 受那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说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圣盘圣证识者 他的圣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祭赋予生命的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尽宠 同享光荣 他曾经先这么发言 我信唯一 至圣至宫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圣经的圣经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能的福佛 既然是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愿意 所有的人物的祈温 原来是真理 我们肯切向他祈祷 请为普世圣教会祈祷 求主保佑教会 使教会在普世各处 都享有 闯播福音的自由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教宗 及所有祖教们祈祷 求主赐予他们原意 磕尽牧子 陀上富亚所托付予他们的羊群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求主兼顾我们 对基督的信仰 痛感情非 脱免拒迁 信从福音 回到天父的怀抱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现在将我们各们的心愿 呈现给天主 愿我们的祈祷 我们上主悦难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天主也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力量 求您大为自卑 不听您教会的祈祷 恩自我们成心所求的认会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地主 祈祷 阿们 祈祷 阿们 就算这道神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 mile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代 给了我们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一天啊。 愿天主愿受赞美。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力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经。 万善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经,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仁慈的天主,求你接受我们的圣礼,便于圣化,是成为分世救会的圣事,带给我们需要的恩仇。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担当的。 圣父,我们借着你中爱之子耶稣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你所担当的,便能使人得救。 基督是你的圣爷,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 并派解他救赎了我们。 他因圣神降与有主人女诞生, 他奉献你的旨意,为你争取神圣的子女。 圣男士,圣神双手以战争死亡,宣誓复活。 因此,我们随如天使和诸位圣人, 割索你的光荣同生欢呼。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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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主,望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圣主名而来的单寿账名,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圣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甘愿设神圣诞时,拿起面领感谢了恩爱, 交给他的主说,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阿图亚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主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零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里奥金。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史,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观众的来临。 尚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救援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愿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愿以圣神合而为一。 尚主,求你全年博士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子一格, 我们的主教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其生理人员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也全年回到父母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全年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母。 求你取年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责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生若瑟出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神圣女互相永生, 便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领你, 县仰你。 全当里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愿连和圣神都毁于你之道永远。 阿们。 我们集中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果来明,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月的施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终整救我们, 恩慈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便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全能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原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在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给你教会的信德, 便按照你的圣意是教会上的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保。 阿们。 愿主的平安藏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里同在。 求大家互助平安。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雅,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雅, 请看除免失罪者, 蒙昭来逢圣宴的人, 是永福定。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是永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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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永福定的作品。 是永福定的。 是永福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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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字经侦被心。 我现在出现状态了。 3个字经侦受免入如何, 我正在身上有利益。 3个字经侦,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我们在祢的圣言中分享祢的天主性生命 祝祢使我们参与祢受这圣事为莫大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为我们地主基督 愿主与祢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彌撒礼者 感谢天主